來自己Q有沒有 仲青都沒有跪下 都沒有跪下 阿姨往上回去 可以啊我幫你 對啦 這罐我的 我本來想要去換衣服 你那沒有換一個嗎 不用啦 也知道說 國保穿的不可以洗 可是你會全程帶著去 他不跟你一起打 阿姨不要走 我剛剛看他就覺得很想死 很累了 對我都不敢 這樣我不能喝 給我杯這個 是錯 你又要公開當時 我不知道你會問社群 你會問社群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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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給我們另外一個製作人陳秀卿去處理 我每次都說你幫我顧好楊阿姨就好 你不用擔心 所以又有楊阿姨 所以今天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畢竟她已經很少在公共場合出現 那可以讓她願意為我站台 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那反正就是她真的是請全力 那有時候半夜我們可以看片看到差不多三四點 對 然後隔天她就要補眠一下 然後有時候就是在這段期間 從我們拍攝完之後 她幾乎每天都被我抄到很晚 然後這次要記者會的時候換她抄我 每天都在給我看衣服 我穿這首好嗎 這樣好像不行 我說楊阿姨我明天早上六點要起來 快去睡 不過你說不是要配這條紅的 這條紅的這樣好嗎 我說這樣好像不錯喔 好好 不然就這樣 沒有我明天在六點回來 我明天六點再給妳看好嗎 她說好好你快去睡 欸對啦 我這個蝦子齁 然後就到三四點 然後我隔天五六點要起來 所以妳看我的眼睛我不是哭 我真的是 滿累的 真的很累 但是我覺得很感動啦 就是一個老師願意這樣子 為了學生這樣子 付出她所有的心力 然後很多都幫我們這些後輩看不到的 她會去注意提點我們 這個是我覺得很感動 尤其最感動的一part 是面子幫我準備一下 哈哈哈哈 就是她知道 就是雖然文化部補助 還有企業的支持 真的企業這次真的是 因為我們知道要播出的時間 真的是太短了 要找冠名贊助商真的很不簡單 那除了她們的支持之外 其實還是花了滿多錢的 就是自己知道要包很多錢 那一天就坐在那邊就問我說 啊妳這次打什麼 妳要做什麼 啊不然妳錢都花了了 啊要怎麼樣 啊我就點點 我說好啦 我這 我阿伯斯人我七年了 哈哈哈哈 哪有那個老師 不是老師在養學生的 不是那種學生要孝敬老師嗎 妳就覺得 雖然她就是很豪氣的說出那種話 可是妳知道她的前面 她就有醞釀 有幫我想過 就是說啊想接下來下一步要怎麼走 她都會想要幫妳規劃 然後她知道花了很多錢之後 她會覺得說啊沒關係 她講那句話當然說 阿伯斯人我七年 她的意思是說 她這輩子永遠挺我到底 妳就覺得很感動 妳有碰過老師這樣對妳的嗎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真的蠻幸運的 我覺得我真的蠻幸運的 所以包括她那種幹助 和相處 很多也是阿姨去那個幫忙 是我啦 是我們對 他們就是我們上次 為什麼她都認識的感覺 對啊 因為我在旁邊她就都認識 都是老朋友 沒有像上次中華決議都有支持我們 對 然後這一次 這一次他們依然支持 因為真的他們都不需要宣傳了 他們真的都是大品牌 那真的是為了善盡社會責任也好 然後支持台灣文化也好 都是情義相挺的 那妳會不會變成要一直欠人情 對啊 也欠很多人情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以後這些廠牌的活動 可能妳都會出現 因為他們沒有要求 給代言會就好了 沒關係 他們都沒有要求 真的 就是一句話 而且去了就拜訪 然後寧時約 就拜訪 然後就OK了 就答應了 所以有那種妳都不認識 然後就像業務一樣去 沒有 其實我們那個中校的時候 就都認識了 但是在中校之前的確 不認識 像趙峰的老闆 我就不認識 那大金跟永達 是我們之前 我是楊麗花 在栽培那些學生選秀的時候 尤其是永達就全力支持 對 那申寶是在中校結議的時候 他們有支持 他是楊阿姨的朋友 那美孚更不用講了 對啊 美孚就一直 一如既往的一直支持著我們 所以我就不用像妳說的 業務員這樣子 試去去 有基本咖了 對對對 那今天新聞寫出去 應該還有更多人想要贊助吧 因為 對很多人都說覺得說 我們真的很認真 我們從規劃這個記者會 從規劃這個記者會 到我們昨天一整天都在彩排 就是彩排所有的演員的進出場 然後要裝扮成什麼樣子 然後包括怎麼出場 怎麼退場 那個 我相信很多記者會應該都是 大家來了就上台講一講話 但是我們歌仔戲就是不一樣 一定要讓大家看到我們的 精神 對 那今天這一場就四隻百萬 嗯 那雅雯姐妳剛剛 勤放量量是 蛤 勤款是可能 到了比較 狀況的特殊嗎 到妳要養我的地步嗎 到比較糗錢 還是怎樣 不用了 其實我覺得齁 就是 當製作人 妳還是要懂得控制預算 但是呢 現在因為新的 新的數位科技出現了 所以我們兩個頭也都摸在收 就想說哇 越開越多越開越多 但是 就是都是堅持品質 那沒辦法 妳還是 頭小下去 一定就是要做 就是很堅持我們的 我們要的品質 然後也把台灣很多美好的地方 像 像板橋 林家花園 還有我們的 沒有帶 我沒有戴口罩 林安泰 好不錯 我真的沒有戴口罩 還有就是 岸內堂場 對 然後我們可以說把 台灣的 就是 很多美景都 都包含在我們的戲劇裡面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齣戲 讓大家看到台灣 每個地方的景點 對 然後我們的片頭片尾曲呢 也唱進了台灣美食 對 就是潮的都是希望台灣更好 更能夠讓大家看見台灣 我們的目標去做 我們其實都是外景 那疫情的期間怎麼辦 是有停開嗎 但是 前後其實都還是會有受影響 我們都是配合政府的規定 就是 只要叫我們全部戴口罩 我們一定戴口罩 然後 因為戴口罩之下 可能妝就會花掉嘛 所以我們大家都做那種面具 然後等到真的要演才拿掉 那政府那時候5月17號 我應該沒記錯 5月17號 就開始停拍了將近兩個月 等政府解封了之後 我們才拍 那時候每天在家裡看新聞 就覺得說 應該我們再次拍攝的時候 所以剛剛那個台灣好的戲是新加的 我們還是希望 給大家有希望 很歡樂 因為顯現出我們台灣人腳踏實地 跟熱情的一面 蔣安姐姐姐說 歌假戲要傳遞正能力 蔣安姐 教室跟阿姨說 妳花了多少故事 還是妳有隱瞞 一定要隱瞞的 已經隱瞞了 然後她還說 對 因為她一看 一看戲都知道 怎麼花錢的 嗯嗯 可是動畫那些她懂嗎 她懂啊 我們綜藝節目 做那麼多 對她完全都知道 蛤 放大就很多 對 對 所以這樣子三十幾個資助費 問她 我們上次有講 因為 因為我不 沒有很仔細的看 要問她 還在增加中 有可能 因為還在後製當中 對啊 但是光是文化部的補助 那個廠商的算是還是不夠 當然不夠 差蠻多的 但是文化部已經都給我們第一名了 但是文化部已經都給我們第一名了 多少啊 就沒算了 等她算了 要等她算了 要等她算了 然後 你跟楊阿姨一樣養我一輩子 其實這次我覺得這次的劇本值得一提啦 就是因為我們是年輕的編劇 以前我們的編劇 都是跟楊阿姨默契比較好 那所以她所寫的會是一種比較傳統 然後楊阿姨再加上創新 那這次我們編劇呢 算是年輕人 而且看過更多的戲劇方面 然後她個人也非常喜歡歌仔戲 也很愛唱歌仔戲 所以呢她對歌仔戲很有感情 那她覺得說歌仔戲應該在這個時代 會用一種另外一種年輕的語言 跟觀眾們交流 所以在劇情方面呢 我們會有別以往的 什麼一夫多妻制啊 這種我們都不會在這齣戲裡面呈現 會讓壞人有苦衷 然後這 我就那天就講了 有兩個女主角嘛 一個叫美影 一個叫劉音 美影不是美影 劉音不是劉音 只有嘉慶君是嘉慶君 所以她埋的梗 在裡面都埋得很深 所以你要 如果一集沒看的話 可能就不懂她的巧思安排 所以剛剛楊阿姨說了 我們只有短短三十集 希望大家不要錯過任何一集 每天要翻到最後一集才見分享 那剛剛楊阿姨在台上哽咽 你有嚇到嗎 嚇到 對啊我想說 因為她真的 好改人喔 她真的知道 我很累她每次 都只會鼓勵我 她每次看到我 熱淚銀框 就鼓勵我 然後 我不曉得她今天 可能有感人發吧 哈哈 我整包 對 啊 妳幹嘛這樣 阿姨姐 妳平常在家裡 就曾經 在那個阿姨面前 就 平常 背到熱淚銀框 壓力太大 對 真的 真的 有啦 有碰到她的時候 但是到後面這一段時間 幾乎 我都看不到她 因為我每天都找出滿櫃 對 到後來 記者會她開始要選擇 挑衣服的時候 我才有特別 對 阿姨整容挑了多少天 她的定妝少了一百多張 哈哈哈哈 對 我昨天拿給她們兩個看 我說欸她是不是很大膽 她真的非常創新的 弄一個什麼頭髮在她頭上 她都敢 她什麼都敢做 她剛剛用羽毛欸對不對 她剛剛那個帽上 後頭有一隻羽毛 沒有 我昨天給她們看的那個更創新 我覺得那個拿出來 但是結論絕對不是那一百多張裡面的 而且她一百多張的意思是 只有一百多張的造型是不是 沒有啦 對 她對這種整體造型 包括我說 該戴什麼戒指 該用什麼 這個全部都是她幫我設計的 還有她本來腰帶 你看所有的皇帝絕對不會有這一塊 她說戲曲 你就不用擔心 因為根本加進去也沒來遊台灣 你不要用史詩的 史詩的角度去看 你就是戲劇 連這一條草豬都是她做的 我不知道 找人家幫我做 我這個 對 她的 那個叫做什麼 貝雲是不是 就是 就這條佛珠後面 佛珠後面 有一個貝雲 哇 好細喔 這誰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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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非常非常多 會收回去嗎 數不生數 我的 我不會讓她收回去 這是一個和田楊枝白玉 你們可以寫素食啦 好不好 然後 我的帽子 像你看那個帽子上面 那一塊玉 她就會去點綴一點紅 她說這樣子 整個臉就會活潑起來 這個全部都是她設計 設計了十幾條 對 對 然後那條項鍊是 是的確確真的是 一位教授借給我的 她說真的是家慶戴過 哪一個 那一個 現在我那套衣服 那一條 她已經收回去了 因為我也不敢抱了 那條佛珠 曹珠 她真的會戴這個 這個是一個教授借我的 她說家慶戴過的 古董就對了 對 對 然後還有兩個香包 我沒有用上 因為沒機會 然後還有一隻 一雙筷子 真的就是清朝人 不是都帶的很多嗎 就是 那個筷子也是 試毒的 也都是家慶的 對 就是真的用家慶軍用過的東西 對 因為這位教授 她對歷史研究還蠻深的 所以當然有機緣 她也非常喜歡歌仔戲 她就把這些寶物送給我 不是 借給我 送 你覺得有多的壓力很大嗎 會啊 當然會啊 所以我每次都眼睛 演完戲以後 要換衣服的時候 我就眼睛一直看著 服裝師怎麼收 還好 有收好 那一串草豬 那個叫草豬 或是寫佛豬 對 然後她的背雲真的是必喜 背雲 這塊叫背雲 背雲 背雲 背後的背雲 男生是左邊兩串 然後右邊一串 那女生的佛豬是 右邊兩串左邊一串 所以她都要照著歷史來做的 那這一條就不是家慶軍帶過的 這是楊阿姨做的 但是你就是拍戲過程中用了真正家慶軍用過的東西 就是那一串 那一串 然後 那個筷子我不敢用 不敢拿出來用 還有香包 對 香包也沒有用到 對 因為她 就是有教授出界這樣子 對 好厲害喔 那你有感受上什麼靈動的反應嗎 趕快 我會問 我就做鬼故事的 鬼話連篇 想一下好不好 平常就會上升了 所以這方面的資源其實也不少 就是朋友 我覺得齁 就是大家可能都看到我很認真 然後看到我們很用心 所以大家真的 就是都是情意相挺 像也都操到他們 他們都提供意見 想法 我覺得就是不要讓歌仔戲 原地踏步 然後還有我們品學 除戲就跟我去衝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場期太短了 我如果沒有把握這個時機 我怕觀眾會不知道 所以大家很久沒有真的去這種菜市場 宣傳吧 對 以前八點檔或許有 以前 對 以前的八點檔 我好像 我沒有去過 我現在都有點失憶 我剛剛沒有她忠孝節藝演 這個 這個我的嗎 在這裡 忠孝節藝演 叫皇帝喝杯滾水 白乾來 對 因為宣傳期真的太短了 我沒有把握這個時間 那些阿姨們 有熱情的 要幹嘛嗎 要幹嘛 送 送 送聰嗎 天龍傳奇 你不要問我以前的事 我真的 現在只有家姓君 我真的什麼 都想不起來 都想不起來 真的 對 是因為剛剛 楊翰宜那個 才讓我想起說 他說要養我一輩子 才想起來 還好他要講這一點 你就放心了 對 可是我們 我們能死賴嗎 沒什麼不行 對 楊翰宜去參賽事長會被 可能是太熱情摸啊摸去的 一定會啦 但是身邊都有人 保護著 長很高 對 對 有左右護法 對 我們都是一票人 這樣我會累死 我那天去一個市場 瑞馨市場 高雄瑞馨市場 我跟你講我才走了二分之一 我就走不動了 我就浮 大概一個小時 浮著那個陽傘說 我不行了 我真的不行了 我從來沒有說不行過耶 人家說我拚命三郎 我從來沒有不行過 可是那個菜市場 真的太多人 太熱情了 我只好走到一半 我就說 我們回去了 走一半 走一半是大概走多久 一個小時 那也 春不難行 對 春不難行 而且我們那天是九點的第一個行程 九點他要幾點起啊 可能七點就要起床 對 可是你便服他們也是認得你嗎 認得 還有戴口罩 有啦 前面大聲講我再講成呀 啊 那喔 啊你口罩 看來 看來沒有啦 躺口罩啦 而且我們那天是 早上九點到晚上 而且那時候高雄有疫情 九點最後一半疫情 對 但是 我們 我們都戴手套 對啊 而且我們堅持不握手 嗯嗯 對戴著手套 然後每一場下來就把手套丟了 對 我們有做好防護措施 嗯 沒有也是有注意 那一天至少十二個小時的行程 那醫學是 也沒有因為這樣取消造曲這樣 沒有 為了就拚啊 對 那天講那個好了嗎 笑起來還好啊 嗯 上次笑起來有一點對不對 嗯 歪到那邊去 現在 我會知道 這個地方啦 這裡 你會不會是打肉燭不好意思 哈哈哈 打肉燭會痛嗎 你打過嗎 不會不會 對 不會 會歪不會痛 你吃中藥嗎 中藥還是有底支 有時候忘記了 人家準備好 就是這一塊還會痛 但是 看不出來 已經好很多了 有為了這個 就是 改期什麼的嗎 都沒有 對 你不怕到時候 像今天記得會刷你臉還是歪了什麼 昨天晚上有 有這樣子 擔心 對 我很擔心 我不知道會不會昏倒 但是我一看到 想到楊阿姨我就不能婚了 我一直一直 她衣服都準備好了 對 一直一直支撐著 我要關心她 我要照顧她 我要幹嘛幹嘛幹嘛的 對 那像你們平常 在自己各自在忙拍戲的時候 誰照顧她 她有乾女兒 嗯嗯 對 就是會有人 嗯 不孤單就對了 對 就是這麼辛苦 會想說要在休息 大概幾天 再繼續拍一下 其實 網站上很多人敲碗 然後看過我們影片的人 也有在講 我跟她說 等我再存夠錢 然後 才有勇氣 可以拍 但是我覺得齁 一直這樣下去 也不是個辦法 嗯 因為 因為其實 真的 除了說 古裝場景的搭建 因為你台灣 沒有這些古裝場景嘛 對 然後服裝的 你看 這種 你現在怎麼可能會有這種秀的東西 這要秀都要 很早就要預訂 然後 都很貴 他們 舞台上穿的每一套都很貴 然後並不是說我們很愛花錢 或者是怎麼樣 而是你沒有這樣子 他就不是九五之尊 那這個都是楊阿姨送我的 都不用花錢的 這所有都是她送我的 都不算在預算裡面的 但是 你的所有的東西集合在一起 你就是必須要這麼多錢 那一直 那一直 雖然有補助 有企業支持 但是還是很大的缺口 我必須要重新去思考看 應該要怎麼做 我當然最希望就是政府能夠支持 然後在就是一個政府的平台上播出 因為我們並不是說 不是做賺錢的 對 就是真的很有誠意的 然後也不是說亂做的 就是大家都有看到品質的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可以有 有一個什麼樣的機制可以來支持 因為要不然 歌仔戲其實真的要透過電視的傳播力 才不會讓這個文化斷層 所以還是必須要有一個制度去制定 讓歌仔戲的從業人員 或者是我們想要製作歌仔戲 可以不用真的在這麼的辛苦 我們出心力沒有關係 但是錢不能金山金山來滾來幫 對 那像預算法最多的是 就是花最多情 我覺得每一部分吧 動畫也有 動畫跟戲都都滿多情 對 像其實像卡曼那個新人小囊囊 還有鄭文的兒子鄭子瑜 他們真的是情意相挺 這是他們真的非常幫忙 知道我們的預算不夠 然後他們真的很幫忙 還有我們的服裝設計師 就是台灣的服裝設計師 就是像剛剛那個龍袍拖地的 就是他做的很長 我昨天就請楊阿姨猜說 你猜這個多少錢 他說 大概要差不多六七萬 其實設計師沒有跟我拿那麼多 對 所以 真的大家都被我的誠意感動了 那你們坐在這裡應該也會被我感動吧 好 然後那明眼鏡準備打開電視看才是 好 好 韓姐妳剛剛說 雖然有服務部補助還有企業值 就是說除了政府的補助跟企業的贊助 對 所以可能還有好幾千萬 那妳剛剛好像有講到說 阿姨一直有幫妳想個下一步 她有建議妳下一步要做什麼 其實 其實我真的有一點 這次有一點怕 因為從天龍傳奇到中校結役到這一齣戲 我用了很多心力 因為只要一開動歌仔戲 我就沒有辦法去結其他的戲 嗯 我也不能去連續劇 也不能主持節目 我也不能做什麼我自己的事業 就是完全投入到歌仔戲 那既沒有收入又要支出 對 所以其實是蠻辛苦的 有一點點 那我 我有一位企業家的親戚 他就說 雅蘭啊 你這樣這麼堅持 你一直了解 你怎麼沒想說 沒在賣做 你去做白雷行業 還有錢可以賺 我也是你去拍戲啊 你去主持啊 我沒辦法 這個是楊阿姨的傳承 那我一定要把她的精神跟理念 尤其是 歌仔戲是我們台灣文化 他在講 然後我那時候還說 我一定要傳承 現在稍微怕到他了 我們先讓嘉慶君成為代表座 代表座才有機會我們再下一位 下一位 下一位 是吧 我是告別座 代表座 大家都OK嗎 好 我們讓楊阿姨演出 因為怕她嚇到以後都不敢再拍 對啊 對不對 我們可以拍酷手的歌仔戲 我們兩個來演 不要這樣 你會愛婚啊 我先減肥好了 不用不用不用 就這麼胖 就這麼胖 好討厭 你有沒有想說下一部你要拍 你的精彩下一部 現在沒有想 沒有啦 我們就先讓楊阿姨演成為代表座 都是宣傳這一部戲 全心全力在這一齣戲裡面 因為我們明天第一集首播就會直播 對 就會跟大家互動 然後還要錄Podcast 對啊 大家要聽喔 五分鐘學歌仔戲 零 你還給我們副品 蛤 我沒有副品我只是說聽起來聲音悶悶的 那你可以在上面大家都看到啊 喔 你可以洗掉嗎 喔 可以 我們還在一個蠻專業的地方錄的 是喔 我還以為聽起來 我以為是自己用手機錄的 沒有 喔沒有沒有 我們還在專業的 我們今天錄了33集 喔 我有聽 我有聽 喔聲音很溫暖啊 你不覺得嗎 是那個聲音的空間 只有我一直卡池啦 不是 是空間的環境 聲音空間的環境 它其實 它有這麼大 它蠻大的啦 真的喔 可能我們不會操作機器吧 對啦 我們自己親自錄的 我知道啊 我就自己錄 對啊 一切都自己來 但是聽起來真的還蠻好聽的 我覺得很有意義嘛 演藝錄一點 對啊 真的很有意義 好喔 謝謝大家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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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大家支持 我已經站不起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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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